- 你要錄影嗎? - 好 我開始錄了 - 好 哈囉 大家好 我已經有把推廣片的連結貼在聊天室裡面 然後同樣這個連結在Discord的公告頻道也可以找得到這樣子 - OK 好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 - 好 大家好 就是歡迎掃描一下QR Code 加入青椒區塊頻道Discord 跟我們大家一起聊天 - 那這個Discord裡面你可以不管是技術背景的人 - 或者是你想要做投資方面的 - 就是對加密貨幣是以投資方面角度來去思考的人 - 也是歡迎加入的這樣子 - 好 基本上沒有什麼特別規則 - 就不要在裡面推銷奇怪的東西就好 - OK 那我們今天要介紹的東西 - 是一個叫做Remix的IDE - 那如果有稍微寫過一點點 - 不管是什麼程式語言都可以 - 就寫過一點程式語言的朋友呢 - 都會知道說IDE就是一個就是整合式的環境 - 它幫你譬如說你在寫code的時候會幫你語法 - 就是提示這樣 - 就有些關鍵字會變色 - 然後會提醒你括號有沒有成對啊等等的這樣 - 那它ID裡面也會包含編譯啊等等的一些其他功能 - 總之就是一個整合式的開發環境 - 那今天要介紹的整合式開發環境 - Remix特別適合用來開發 - Ethereum的智能合約 - OK 好 它的網址呢 - 就是remix.ethereum.org - 這樣子 - 那為什麼前面的那個https的s要出體又底線呢 - 的原因就是因為 - 聽說之前有這樣的buck - 但是不知道現在修復了沒 - 但建議當然還是用https的buckle - 好像http跟https的remix - 運作起來會有點不一樣 - 那有s的會比較符合我們一般 - 常見的使用預期這樣子 - 所以建議大家就是在連線的時候 - 還是連https的remix - 好那我們就直接開始 - 那remix這個ID它原本很陽春 - 不過因為反正就是近 - 因為現在ethereum有一個特別的團隊 - 是專門在維護這個remix的一些開發 - 所以它現在變得很花俏 - 然後就有些各種不同的功能 - 都可以在上面找到 - 所以如果有超過今天講的範圍 - 然後可能深究的一些內容 - 建議可以去讀他們的這個說明的文件 - 這樣子 - 那網址或是qrcode - 就是在這個掃下去就知道了這樣 - 好 - 那我們今天要講的內容 - 主要分成五個部分 - 就是我們會先講說remix的基本功能 - 然後加就是會秀一個簡單的合約 - 然後我們去編譯這份合約 - 那編譯完之後 - 我們當然就是要部署嘛 - 寫合約最重要的功能 - 就是要把合約布到鏈上 - 所以我們會講解說 - 怎麼樣remix去部署合約 - 然後會快速的帶到除錯器 - Debugger - 然後最後會提到一些remix - 實用的附加元件 - 這樣子分成五個部分 - 那中間就是隨時 - 因為中間會有一些就是暫停下來 - 讓大家操作的環節 - 所以就是歡迎大家 - 如果有問題 - 遇到問題的話隨時舉手 - 那我們就是快速的討論一下這樣 - OK - 那在我們開始之前呢 - 就是這個畫面是 - 就是開啟這個網址之後呢 - 然後因為我們等一下會講到內容 - 會確保大家 - 都有使用到default的setting這樣 - 所以在我們開始之前 - 建議大家先就是這個remix的那個網頁 - 最下面有這個螺絲 - 然後這個螺絲點下去之後 - 點選這個reset to defaultsettings - 這個按鈕 - 或者是把這兩個框框給它鋪起來就好了 - 就是沒有夠的話把它鋪起來這樣 - 等一下講的東西才會跟你看到的一模一樣這樣 - OK 好 - 那基本功能的部分呢 - 就是remix的網頁看起來大致上像是這樣子 - 那它主要分成四個區塊 - 就是一個是最左邊這邊就是會有一個直排的東西 - 然後有上到下分別是你現在的檔案 - 就是這個file - 就是檔案的路徑 - 就是它會有一些request or retreat之類的東西這樣 - 然後放大進顧名思義就是會搜尋code - 用起來是跟vscode的那個搜尋的功能是一樣的 - 就是你打一個關鍵字 - 它會把人家每一個檔案都去搜尋有沒有那樣子的關鍵字這樣 - 然後你也可以使用一些regular expression等等的東西這樣 - 反正就跟vscode用起來是一樣的 - 那第三個呢則是編譯合約 - 然後第四個這個 - 有一個很多棱角的東西就叫做部署合約 - 然後這個重重符號就是除錯器debugger - 然後最後這個可能會沒有看到 - 或是你如果有看到的話 - 它就是把合約上傳到easrscan上面去verifn的 - 就是驗證的合約的source code這樣子 - 那最左邊就是這樣 - 所以中間這邊就是顧名思義 - 就是剛剛提到的這個檔案的這個 - 就是你的repository tree這樣配合 - 然後中間就是這個很大面積區塊的部分 - 就是你在撰寫合約的時候 - 就是coding的部分這樣 - 就是在撰寫合約都是在這個區塊裡面去撰寫 - 那最下面這個部分呢就是console - 就是這個那個什麼 - 中端機OK好 - 中端機就可以在這裡面輸入一些指令這樣子 - 那在這個畫面裡面呢 - 如果你直接去 - 就是假設你現在正在寫程式好了 - 那你直接去按一下Ctrl S這個快速鍵的話 - 就會直接編譯合約 - 通常是這樣 - 那如果沒有就是我不知道 - 反正就是remix沒有抓到這個快速鍵的話 - 也是可以點選就是剛才這個編譯合約 - 然後進去點compile這個按照這樣 - 就是Ctrl S就代表編譯合約的意思 - 好 - 那就是上面這邊其實有兩個不同的分頁 - 那一個就是我目前正在寫合約 - 那另外一個home這個分頁是用來幹嘛的 - 這邊就總之就是remix它是用來設計給你的這個 - 就是welcome page這樣 - 你可以在這上面看到各種不同的一些簡介啊 - 你要怎麼開始使用remix - 然後它也有一些就是template可以給你 - 就是模板可以給你使用這樣 - 然後也會給你廣告一些 - 很多人使用的一些附加一些plugin - 那就是我自己個人最常使用這個page的用意 - 是因為就是我們在撰寫合約的時候 - 會有很多時候是我們去引用別人的合約 - 然後再去做一些其他的延伸的改寫嘛 - 那就是你要直接一直去geekhouse上面複製 - 然後過來這邊貼上 - 就是創造一個新的檔案再貼上 - 然後什麼檔案還要命名什麼的 - 就太麻煩了 - 所以remix它就有一種自動幫你import的方法 - 那就是點取這個home page的這個分頁進來之後 - 它有一個load from - 然後就有不同的選項 - 所以你就可以load from guest - load from GitHub - 然後反正總之點下去之後 - 它就跟你講說你大概要貼怎樣格式的網址這樣 - 這是一個很實用的功能 - 就是譬如說你想要引用OpenZibling的合約的話 - 你就可以點選這個load from GitHub - 然後就把OpenZibling的GitHub的那個URL貼上來 - 然後remix就是慢慢跑跑跑跑 - 它就不然去GitHub上面下載 - 就很方便這樣子 - 好 - OK 那我們講完這個基本的功能 - 我們就要講說合約要怎麼編譯 - 好 - 那我們這邊就是有 - 就是待會會給一個範例的程式這樣 - 那在我們 - 等一下複製貼上那個程式之後呢 - 大家可能會看到一個跳出來的視窗 - 跟你講說就是貼程式碼的時候 - 要注意一些事情這樣 - 那為什麼會出現這個視窗 - 就是因為之前有一種詐騙 - 就是Crypto的詐騙的樣態 - 它是就是會有些人拍一些怪怪的YouTube影片 - 或是反正就是用詐騙的方式 - 然後去騙一些看不太懂智能合約的人 - 然後就說我這個創造一種什麼自動套利 - 鏈上自動套利什麼智能合約機器人之類的 - 然後你只要複製貼上我這個程式嘛 - 然後去remix編譯完之後 - 然後就可以反正就是可以自動賺錢這樣 - 好棒喔 - 然後就真的有人去做這個事情 - 然後後來才發現就是其實那個程式 - 它可能是惡意的程式 - 就是要嘛是可能讓你的錢包去給了很奇怪的權限 - 或者是反正就是做一些奇怪的事情 - 然後錢就被偷走了這樣 - 所以就是remix它除了用來寫程式之外 - 它也是可以是一種詐騙的工具就是的 - 那就是蠻無奈的 - 畢竟不能因為這樣 - 所以就把remix關掉嘛 - 就是這麼好用的工具 - 所以remix官方他們就在你貼了這個程式碼的時候 - 每次貼都會多出這個警告示範 - 跟你講說 - 你要知道這個程式智能合約到底在寫什麼 -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的話 - 那要嘛請你的好朋友幫你看看 - 或者是你就不要貼程式碼這樣子 - OK 好 - 那我就開始進入到我們今天要講解的這個程式 - 好 那這是一個很短的程式 - 大概只有33行而已 - 那這個程式呢 - 就 source code可以掃旁邊的QR code - 或是點那個超連結過去下載 - 好 - 那就是大家就一邊操作 - 那我就一邊講解這個程式碼大概是在幹嘛 - 那這個33行的智能合約裡面總共有兩個不同的 - 就是合約 - 就是待會我們會部署兩個不同合約 - 那一個合約叫做mytoken - 它是一個erc20token的合約 - 那另外一個叫做rothvote - 它是一個很簡單很簡單的金庫的合約 - 那金庫這個東西呢 - 就是跟大家知道Define裡面的金庫是一樣的 - 它的功能就是你可以把一些erc20代幣鎖進去 - 然後可能就會生出一些利息等等 - 但是因為我們沒有要實作那個生出利息的部分 - 反正總之就是金庫的功能很簡單 - 就是可以存錢 - 存erc20token進去 - 也可以領erc20出來 - 好 - 是有人舉手嗎 - 還是有人加進來的 - 好 - 加進來 - 好 那我們就繼續 - OK - 所以金庫呢就是可以deposit - 也可以withdraw - 所以我們這裡就有兩個不同的function - 好 - 那erc20token是什麼 - 這個部分我們就在今天做講解 - 這個之前的暑期新手影片有提到 - 那我們也有三部關於erc20extension的介紹影片 - 這樣可以去discord找一下 - 好 - 所以這份合約裡面第一第二行 - 就頭兩行就是 - 會需要用到一些關鍵字 - 這樣就是你要去specify你的合約要用到什麼版本的solidity compiler - 然後跟一些你的合約是用什麼方式去授權的 - 那第四行就是去引用一些library - 那第九十十一行就是erc20的就是我們這個mytoken - 這個erc20token合約鑄造的函數這樣 - 那我們這個函數沒有設任何限制 - 任何人都可以主張 - 因為畢竟我們這是一個就是玩具的這個例子嘛 - 那至於rothflow這個合約裡面呢 - 第四五四六行就是stay favorable會儲存說 - 我們是只能存入或是提領哪一種erc20token - 然後跟每一個人他的存入 - 就是目前存入這個金庫的余額是多少 - 因為這個一定要 - 記錄嘛我們總不能存比較少零比較多嘛 - 這樣金庫就會破產了 - 好 - 那十八十九二十行就是constructor - 就是在部署這個合約的時候 - 會先執行這一個特別的建構子裡面的內容 - 然後合約他會部署上ethereum network這樣子 - 那二十二二十三一直到二十六行 - Deposit這個函數就是在講說描述我們怎麼去儲存 - 存入erc20token到這個合約裡面 - 那二十八二十九一直到三十二行呢 - 就是提領erc20token出來 - 那我這邊做了一個小小的trip - 就是在提領token出來的時候呢 - 我們要求使用者 - 就是提領的那個人 - 他當然可以提領任何就是 - 符合他當初存入額度的這個量 - 都可以提領出來 - 那他每次提領的東西 - 我們都要求他要轉超過十個G位的ether - 進去這個金庫裡面 - 這個其實沒有什麼特別的意義 - 就只是為了讓我們待會兒 - 會看到一些特別的操作而已 - 那不代表說每一個金庫都一定要這樣實作 - 只是一個小小的trip而已 - 那如果你要要求使用者這樣的話 - 代表說這個function一定要可以接收ether - 那這個solidity關鍵字就叫做payable - 就是如果你沒有加payable的話 - 是沒有辦法傳送ether到特定的函數的 - 好 那整份合約差不多就是這樣 - 那麼後面這邊有一個框框的部分呢 - 其實就是remix他很貼心會幫你在編譯好合約的程式碼之後 - 他會幫你自動去估計說 - 這個function大概執行起來會花多少的guess - 然後就會就是看到後面這個提示 - 就是這個有一個很可愛的汽油加油站的那個油槍的符號 - 然後跟一些提示的數字這樣 - 不過這個估計似乎不是很精準 - 就是我用其他工具都可以正確的估計出來 - 可是remix好像沒有這麼強大 - 所以他每次都是估計infinite gas這樣 - 好像有提示跟沒有提示是一樣的 - 我們很明顯可以看到這個function - 它才幾行而已 - 所以要嘛是被revert - 不然就是某一個特定的gas usage - 就不可能會是無限大無窮大的gas - 好所以就 - 這個功能似乎不是這麼的實用這樣 - 但是remix在估計就是那一種 - 你有加view或是pure關鍵字的函數的時候 - 它是會估計的很精準的 - 好所以就是只有在那種函數的時候 - 才會估計的很精準這樣 - 為什麼在contract的後面會有兩種不同的字呢 - 主要是因為前面的這個gas代表說 - 執行這個部署的時候總共會花多少的gas - 那就是可以看後面這個框框316400gas - 代表說這個合約部署上去的時候 - 大概會花316400gas用來儲存這個程式嘛 - 我們都知道就是你要EVM除了可以運行一些程式之外 - 它也有儲存東西的功能嘛 - 那光是要儲存這個程式嘛 - 就要花316400gas - 可是這個數字似乎也不是估計很精準 - 因為大家如果失去跑過的話 - 就會發現好像比這個數字小之類的這樣 - 好所以就是總之remix它有很貼心的功能 - 有辦法去估計gas usage - 但不是很精準就是了這樣 - 參考用OK - 那講完程式碼之後 - 我們就要開始講解說怎麼 - 編譯程式 - 好 - 要編譯很簡單 - 剛才一樣嘛 - 就是去複製貼箱 - 操作一次好了 - 沒有 不知道 - 我們到這個GIST裡面去複製 - 然後到這上面去貼箱 - 它好像沒有理我 - 不好意思我按到Copy了 - 再一次 - 貼上 - 然後就會跳出這個視窗嘛 - 那當然我們剛才已經講解過 - 所以我們已經了解這個程式嘛 - 什麼就OK - 這樣好 - 那就貼上了 - 那麼呢 - 接下來我們就要編譯合約了 - 那編譯合約方式很簡單 - 就是大家看到滑鼠在旁邊這邊 - 給它選下去之後 - 這個 Solidity compiler這個 icon - 給它選下去之後 - 然後為什麼這邊會出現紅字呢 - 就是因為版本 - 我們是要0.8.17的Solidity compiler - 可是現在remix卻幫我們使用.18的版本 - 所以這是不對的 - 所以我們就要選這個下拉式選單 - 選到對的版本 - 然後 - 稍微等待一下remix要去抓那個版本 - OK 那這個按鈕 - 從剛才的灰藍色變成藍色 - 就代表說我們可以編譯合約了 - 所以這個時候如果你按下你鍵盤的Ctrl S - 或者是直接按這個icon也可以 - Remix就會幫你編譯這份合約 - 那這份合約如果沒有任何的問題 - 沒有語法上的錯誤的話 - 的Compiler當然就是可以成功的編譯嘛 - 那這邊就會出現一個藍色勾勾的按鈕 - 代表說你編譯成功了 - 好 - 所以就像這邊講的就是 - 最左邊這個Panel - 然後給它點下去Compiler - 選正確的版本 - 再選擇Compiler - 這個層次這樣 - Ruffle.Salt - 然後就可以編譯完了 - 那大家可以看到說編譯完之後 - 它下面就多出了這個部分 - 就是這個部分 - 那這個部分是幹嘛呢 - 就是第一個是 - 我們剛剛有提到說 - 我們這一份合約檔案 - 這個file - 它是有兩個不同的contract - 那所以其實在這邊下一次選項 - 那就可以看到說我們至少有賣Token跟Ruffle這兩份contract被編譯了 - 那其他部分呢 - 就是其他ERCX - IERCX - IERCX - Metadata跟Context - 就是因為我們去引用OpenZipion的檔案 - 所以才一起編譯的 - 所以呢 - 所以呢 - 如果大家之後在開發Selite的功力比較高深之後 - 可能會想要了解說 - 欸 - 我這個compiler編譯完的結果 - 它會有些詳細的資料 - 包含說這個StorageLayout - 或者是 - 你有沒有去做Optimization - 或者是你想要去看 - 或是你想要針對這個 - Deploy By Code去做研究的時候 - 那你就可以選取這個下一次選單 - 然後去選擇你有興趣的合約 - 譬如說買Token好了 - 然後這邊有一個compilationDetails給它點下去 - 它就跳出一個視窗 - 那這邊就有很多 - 比較詳細的 - compile完之後的結果這樣子 - 那如果只是想要知道說 - 這份合約它的ABI是什麼 - 就直接點選這個就可以複製ABI - 那不明思理旁邊的這個框框 - 點選下去就可以複製By Code這樣子 - 所以這個就是 - 下面這個跳出來的這個 - 多出來這個block它在做什麼事情這樣 - 好 那我們就是 - 編引完合約之後 - 我們就要開始部署合約囉 - 今天速度超快的 - 因為基本上沒有什麼特別困難的內容 - 那部署合約的話 - 會分成說要部署在Local的測試鏈 - 就是你自己電腦裡面 - 可以去新增一個測試鏈子 - 當然是沒有問題的嘛 - 就是OK - 好 - 那也可以使用Public的測試鏈 - 或者是你想要更刺激一點 - 直接部署到主鏈上面是沒有問題的這樣 - 那如果是部署在測試鏈的話 - 不管是Local的或是Public - 都可以去領取測試比這樣 - 那Local的方式就是因為 - 你就是Local測試鏈的神 - 所以你想要領多少錢都是沒有問題的這樣 - 那如果是Public的測試鏈的話 - 我們在Discord裡面有一個特別的Thread - 是就幫大家整理了說 - 不同的測試鏈上面要怎麼去領取測試比這樣 - 就是Gorley、Sepolia - 然後Mumbai什麼之類 - Polygon什麼那些都有這樣 - 就整理在這上面 - 那如果大家有發現一些新的水龍頭 - 可以去領取測試比的話 - 也歡迎貼在那個Thread裡面跟大家分享 - 好 - 那我們一開始的 - 就是我們今天例子會是 - 部署在Local的測試鏈 - 這是有原因的大家會提到 - 所以我們就使用Remix內建的這個EVM - 然後我們就部署在Remix - 把我們創造出來的Local測試鏈的環境 - 去部署我們的合約 - 那要怎麼部署合約呢 - 就是剛才這個Panel - 剛才是編譯完嘛 - 所以我們得到綠色勾勾了 - 那這個icon的下面就是剛才提到的 - 就是叫Deploy要去部署合約了 - 應該點下去之後 - 我們先選取說我們要在部署 - 在哪一個Environment - 哪一個環境 - 然後再選取說我們要用哪一個EOA - 哪一個賬號去 - 部署合約 - 然後一些什麼Gas Living - Value - 然後我們要部署哪一份合約的contract - 選一選好 - 選一選 - 選完之後 - 點選這個Deploy這個按鈕 - 那就可以部署了 - 好 - 那麼就是這一邊的這個UI的設計上 - 的邏輯是這樣子 - 就是紅色的這個框框 - 就是現在看到這個紅色框框 - 這個紅色框框裡面 - 是用來設置這個發出 - 待會我們不管是部署合約 - 還是跟合約互動 - 都是要發出transaction - 那這個紅色框框裡面的這些參數 - 不管下落選單還是這個數字 - 就是用來設定發出transaction的參數 - 那只要看到有顏色的這個button - 如果是這個Deploy - 或是待會會看到的那個藍色 - 然後紅色橘色的button - 就是按下去之後就會發出transaction - 所以呢 - 這是什麼意思 - 我想要強調這一點 - 就是因為我們有一些transaction - 他可能需要 - 你需要在那個transaction裡面去攜帶特定 - 數值的ether嘛 - 那才可以去發出那個transaction - 舉例來講 - 我們剛才有提到說 - 我們在withdraw ERC20 token - 從金庫裡面去withdraw ERC20 token的時候 - 你需要向這個金庫發出至少10個G位的ether - 所以你是不是在做這個withdraw這個互動的時候 - 你是不是就要在那個transaction裡面 - 攜帶至少10個G位以上的ether嗎 - 那這個時候你要去怎麼做呢 - 就是你要在這上面這個value要輸入超過10個G位的數字 - 然後並且在下面的這個 - 待會會看到這個按鈕 - 給它按下去這樣才會是對的 - 那個transaction才不會被revert掉這樣 - 那remix為了安全 - 它每一次你在操作完之後 - 上面這邊通都會被規定 - 所以就是要記得在這邊輸入數字 - 就是有時候很常你的transaction被revert掉的原因是 - 要嘛是你的數字輸錯 - 不然就是你忘記在這邊數字改一改的這樣 - 這樣可以加快一些debug的速度這樣 - 這樣好 - 所以我們就很簡單 - 我們就是實際操作一遍 - 我們就先選擇我們要的remix的environment - 因為我們提到說我們今天會在local端部署 - 這邊也有一些其他選項 - 像是你可以選擇連接你的metamask的錢包 - 通常選擇這個選項 - 就是你想要部署到publictextnet的時候 - 你想要部署到公開測試鏈的時候 - 然後也有一些其他選項 - 像是你可以去選擇 - 你要去跟某一個httpURL的rpcprovider去連接 - 或者是如果比較進階一點 - 你開始使用Hardhead、Ganache、Foundry去做開發的時候 - 你可以選擇一些其他的選項這樣 - 總之就是很多選項可以選 - 那我們今天是選擇remixVM - 那為什麼remixVM有這麼多的不同版本 - 就是因為我們都知道 - 有做過很多次的hardfolk - 那每一次hardfolk都有可能為EVM帶來並不完全 - 向後相容的改變這樣 - 所以這邊就可以看到至少有四種不同的VM - 就是remixVM四種不同的VM這樣 - 那通常都是選擇最新的 - 如果你沒有是做一些很神奇的solidity語法的話 - 通常都是選擇最新的VM去做開發這樣 - 那我們就選擇最新的Shanghai版本的VM - 那選擇完之後remix會幫我們生成出 - 好 可能就這麼多個預設的帳號 - 那你可以隨便選一個 - 那每個帳號都有100個ether - 這麼多的balance這樣子 - 好 那我們就隨便選一個 - OK 那我們選這個就是代表我們要用 - EDDC4的這個帳號去 - 做等一下的合約互動或者是部署 - 然後跟Slimit就不用管 - 那value我們也不用管 - 因為我們一開始要部署合約是不用任何value的嘛 - 就是不用額外攜帶ether這樣子 - 那我們要先部署mytoken這個合約 - 然後我們才部署grapho這個合約 - 所以我們就先部署mytoken這個合約 - 那部署完之後我們就可以發現 - 下面這個deploy contract就多出了這一行的東西 - 就是代表說我們mytoken這個合約 - 已經成功正式的部署到remix - 把我們創造出來的localtestnet裡面 - 那點選旁邊這個copy的這個按鈕呢 - 就可以直接複製這個合約的地址 - 然後這邊就有很多不同的button就可以做 - 跟這個合約去做互動 - 好 欸 是 - 有人家進來 - 好 那我繼續 - 好 那我們要這個mytoken地址幹嘛呢? - 因為我們等一下rothvote它的constructor需要地址 - 所以我們接下來下一步就是要去部署rothvote這個合約 - 那它的constructor地址我們就直接貼上 - 就是剛才這個mytoken這個地址 - 我們已經透過copy這個很方便的按鈕 - 去得到它的地址了 - 然後再按一次deploy - 我們就可以看到我們的rothvote它已經成功的部署了 - 好 - OK 那我們就部署好兩份合約囉 - 那這邊每個框框就是剛才我先提到 - 就是要去做setting - 就是有時候revert的原因是因為你忘記 - 攜帶一些ether在你的transaction裡面 - 好 - 那我們部署mytoken的合約 - 複製mytoken合約的地址 - 然後再去部署rothvote這樣子 - 好 - 那比較細心的朋友呢 - 就可以看到說 - 剛才我們這個deploy是橘色嘛 - 那為什麼這邊多出了這個紅色 - 然後也有一些藍色的按鈕呢 - 那這其實是有意義的 - 就是如果我看到說這個紅色的按鈕 - 代表說這個按鈕按下去的時候 - 你需要攜帶 - 就是非零數量的ether在你的transaction裡面 - 所以它是最危險的 - 因為你會直接被扣掉ether嘛 - 那就renix就把你標系成紅色的按鈕 - 那如果是橘色的按鈕 - 代表說這個發出這個transaction - 是不用額外攜帶ether的 - 但是這個transaction會修改smartcontract的內部的一些數值 - 就是它的state variable - 它的狀態變數會受到修改 -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 - 合約的互動就會是橘色的按鈕這樣子 - 那如果是藍色的按鈕 - 代表說這個function - 這個合約的互動 - 你互動了1000萬次 - 也不會修改state variable - 然後這個transaction - 也不需要攜帶任何的ether - 所以它是最安全的 - 你不會對以色列人造成任何的影響 - 它是一個純粹的view - 或者是pure function - 那就會被remix標記成藍色的按鈕 -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剛才這個mytoken - 它有一些是被標成橘色的按鈕 - 像是mint - 我們很明顯 - 我們要去鑄造新的ERC20 token - 我們是不是 - 繼續來講 total supply就會變不一樣了 - 它就是修改到ethereum上面的一個變數了 - 所以它當然就是橘色的按鈕 - 然後現在是approved - 你需要去允許別人可以去幫你轉帳的話 - 那是代表說這個允許誰的這個紀錄 - 也要被紀錄在ethereum上面嗎 - 對 也要被EVM之類的寄下來 - 寄在smartcontract的storage空間裡面 - 那這也是對ethereum去做修改 - 所以它還是橘色的按鈕 - 那如果像是這個balanceoff - 你只是想要單純知道說 - 誰的餘額它是多少錢 - 那它就只是一個數字去讀取這個數字 - 所以它不會對ethereum做任何的修改 - 不會有任何的影響 - 所以它當然是藍色的按鈕 - OK 所以總之這三種不同的按鈕 - 這三種不同的顏色就代表這樣子的意思 - 好 - OK 那我們這邊可以先實際的演練一下說 - 到底這個transaction在變動的時候 - 會出現怎樣子的現象 - 那首先我們可以看到 - 像是剛才在部署合約的時候 - 是不是就多出了兩個不同transaction - 鋪屬合約是會發transaction - 那remix這邊它就會幫你 - 就是列舉出剛才發出的transaction狀態 - 那如果是這個綠色勾勾的話 - 就代表說這個transaction是成功的發出 - 並且成功的被執行 - 沒有revert - 一切都是正常安全的狀態 - 就會是這個綠色的勾勾 - 那如果是紅色的XX - 代表說你那個transaction - 要嘛是沒有成功的發出 - 不然就是 - 直線到一半 - 因為一些規則不符合 - 這個智能合約的設計 - 所以它就被revert - 就會得到紅色的XX - 好 - 那我們要使用到這個 - 這個合約的話 - 我們是不是就要有一些 - 賣token的這個ERCS token - 所以我們一開始就先去賣token - 先去鑄造 - 假設說我們今天 - 我們想要發給 - 就是自己鑄造給自己 - 好 - 一二三四五六顆的token - 好的 - 我們就在這個amount這邊輸入 - 一二三四五六 - 對 - 剛才沒有提到 - 就是這個可以展開旁邊的三角形 - 這個箭頭可以把它展開 - 那 - 自己的地址 - 然後我們再給它貼上 -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按下這個transsect - 這個按鈕 - 給按下去之後 - 我們自己的餘餘就變成123456了 - 我們可以驗證一次 - 像是我們去查詢這個blessoff的時候 - 就可以發現我們現在的餘餘確實是123456 - 所以我們現在擁有123456顆的mytoken - 這個這一種的ERC20token123456顆 - 那如果我們今天想要 - 就假設我們現在已經有這麼多了 - 那我們想要存一些一部分的token - 假設1000顆好了 - 到這個roth vote這個金庫裡面要怎麼做呢 - 那當然就是 - 我們就存在這邊輸入1000 - 然後按deposit進去 - 喔 - 不過它現在就是revert - 那是為什麼呢 - 因為這個智能合約就是 - 我們要仔細去思考喔 - 我們今天想要儲存1000顆的token進去 - 可是呢 - 這1000顆的擁有的人是誰 - 是我們自己嗎 - 那到時候存進去的時候 - 是不是代表說金庫要從我們手上拿走1000顆 - 那可是問題是 - 我們沒有approve - 我們沒有允許這個金庫可以隨便的拿走1000顆啊 - 就是如果假設今天這個金庫是壞人 - 我們只允許他拿走1000顆 - 結果沒有一些安全設計的機制 - 然後實際上金庫從我們手上拿走1萬顆 - 那怎麼辦呢 - 是不是就很不安全很危險這樣 - 所以其實我們在做這個deposit這個步驟之前 - 我們要先approve這個金庫可以先 - 從我們手上拿走一定的量這樣 - 所以我們當然就是要去剛才這個mytoken這個contract - 先去approve這個金庫 - 那我們這個spender地址 - 就是我們允許誰可以去花用1000顆的token - 就是這個rothbolt - 那我們就複製 - OK - 然後到這個spender去貼上 - 然後這個amount呢 - 我們就輸入大於1000的數字就好 - 不過我們今天為了安全起見 - 我們存1000 - 所以我們只允許他最多可以花1000顆這樣子 - 好 - 那我們去按transact - 那我們就可以發現是綠色的勾勾 - 剛剛是紅色差代表他就執行失敗 - 好 - 那我們再回到剛才這個deposit這個函數 - 輸入1000然後並且按deposit - 這次就是綠色勾勾了 - 所以就可以看到說這個 - 有沒有被revert之間的差別這樣子 - 好 - 那我們再回到這個balanceoff - 我們看看我們到底有沒有被真的被扣1000顆 - 我們剛才是123456顆 - 所以我們被扣1000顆 - 應該是122456顆 - 好 - 那我們再查詢一次我們地址 - 確實是122456顆 - 那這個ruffle他有沒有收到我們的1000顆呢 - 很簡單 - 我們再複製他的地址 - 然後就貼上我們來查詢看看 - 確實1000顆現在跑到金庫的手上了 - 那如果我們今天想要提令這1000顆出來的話 - 那怎麼辦呢 - 很簡單 - 我們要去按withdraw這個盤數 - 然後假設我們要提令1000顆的鋼彈圈進去 - 可是其實這個按下去之後就會直接revert - 那原因是什麼呢 - 因為我們沒有傳送 - 我們剛才提到我們有一個小trick - 我們要先傳送至少10顆的ether - 進去這個金庫裡面才可以把token提令出來 - 那我們要怎麼傳送10顆的大於超過10個g位 - 不好意思口誤 - 超過10個g位的ether進去這個金庫裡面呢 - 很簡單 - 我們就是回到剛才上面最上就同樣的panel - 最上面這個部分 - 我們要把這個value下式選單改成g位 - 那假設我們是11個g位好了 - OK - 那這邊選好之後 - 那我們再回到下面這邊 - 然後輸入1000 - 然後按withdraw - 這樣才會是正確的執行 - 就是如果剛才這邊是0 - 就是像剛才提到嘛 - Remix它每次執行完之後會把你清除成0 - 所以如果剛才是0的狀態 - 你去按這個withdraw - 它就會直接被revert - 就得到一個紅色的叉叉這樣 - 那我們再查詢一下余額 - 這個金庫的余額確實變0了嘛 - 那我們查詢我們自己買token的數量 - 是不是確實回到剛才的12356 - 欸對回到12356代表我們錢 - 就是不是錢啊 - 就是token成功被領取回來了 - 好 - 那這就是這個remix上面要跟這個合約互動的這個方法 - 就是這樣按鈕按一按 - 然後東西確實有輸入對就好了這樣子 - 好 - 那大家可能會覺得說好像要按的按鈕很多 - 然後很複雜這樣子 - 那確實是這樣沒錯 - 所以通常remix會拿來做一些很簡單的合約開發 - 或者是你可能單純是在網路上看到一些人家分享的solidity的技巧 - 或是viper的技巧 - 然後想要快速去做一個嘗試這樣子的時候 - 才會使用到remix - 那如果平常是開發那種比較中型大型的solidity合約開發 - 通常就不會有remix - 就是會用其他像剛剛提到Hardhead - 然後Ganache或Foundry之類的套件 - 就可以鑽寫合約的同時你也可以去生成 - 用程式去生成一些自動化執行的腳本 - 然後你每次就是在terminal上面去自動執行那些腳本就好 - 你就不用在那邊什麼複製貼上按按鈕之類的 - 很容易會弄錯這樣 - 通常我們合約的專案都是一次要跟五六個七八個 - 甚至十個以下的方權去互動這樣 - 然後各種各種授權 - 然後變數就是一些很複雜的設定 - 所以這個時候就不適合用remix這樣 - remix就是很方便 - 但是按鈕實在太多了 - 所以不適合在大型專案上面 - 好 - 那我們再回到我們剛才的訪問片 - 所以除錯器 - OK,remix它也有提供除錯器的功能 - 像是我們剛才就有提到說我們其中有一個transaction - 它就很不幸的就被revert - 那是因為我自己寫這個合約 - 所以我知道說這個transaction出了什麼樣的差錯 - 那如果假設今天在座目前正在聽的朋友 - 你不知道說這個為什麼這個方權 - 明明就是應該要成功執行 -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被revert - 那怎麼辦呢? - 你就可以使用remix內建的這個debugger去使用這樣 - 因為remix內建的debugger其實有點太陽春太原始了 - 不是很好用 - 所以通常在使用到這個debugger之前 - 可以先稍微看一下說 - 剛才噴出來的這個錯誤訊息是長怎樣 -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 剛才噴出來的錯誤訊息是怎樣 - ERC20 然後insufficient allowance - 所以我們就知道說 - 通常就是比較有經驗就是要說 - 這個approved沒有給對這樣 - 你的allowance就是允許第三方去花費的這個錢 - 這個數字不對 - 要嘛是零 - 不然就是沒有match - 你剛才想要轉帳的這個額度這樣 - 那如果噴出來這個訊息 - 還是沒有給你任何解答的話 - 那很不幸的就只好使用debugger了 - 那怎麼開啟呢?很簡單 - 我們剛才是這一個transaction出問題嘛 - 那我們就是這個transaction旁邊這邊有一個debugger - 按下去之後就可以展開debugger - OK - 那為什麼剛才我提到說remix的debugger - 非常的陽春的原因 - 就是因為它沒有像其他 - 像是你可能使用tently - 或者是你使用foundry - 都有各種不同的那種function code - 就是trace的方式這樣 - 那remix沒有 - 所以就只能一個一個by code去看囉 - 然後它這邊就有stepinto跟stepforward - stepback - 然後跟就是什麼overback跟overforward之類的 - 反正就是只能一個一個opcode去看 - 然後到底出了什麼事情 - 然後這邊就會顯示說 - 你執行完這個opcode之後 - 你的stack是長怎樣 - 你的memory是長怎樣 - 你的storage space是長怎樣 - 然後去讀取了 - 或是去寫入了哪幾個變數這樣 - 不是很好用 - 就是有點太底層了 - 所以如果是要使用到debug功能的話 - 會比較建議使用其他的工具這樣 - 那就不在我們今天範圍 - 我們今天是單純介紹remix而已 - 好 OK - 那點選這個stopdebugging的話 - 就會關閉這個功能這樣 - OK 不好意思 - 剛才還忘記提到一個很方便的功能 - 就是每一個transaction發出去之後 - 如果你是對那個transaction的執行的細節有興趣的話 - 那其實旁邊這個三角形給它展開之後 - 你都可以看到剛才的transaction - 它執行的內容是長怎樣 - 像是說transaction的from是什麼to是什麼 - 然後花了多少的gas execution cost - 那比較方便的部分是這邊 - 就是input跟output是什麼 - 那特別注意到說 - 因為正統的evsback裡面是規定 - 任何的transaction是都沒有output的 - 只有在中間的那個function code的時候 - 才會有output的東西 - 那對EOA來講是沒有任何output的 - 所以其實這邊decode output這邊是remix幫你去做模擬的結果 - 得到這個output - 所以這個output只有在你使用remixVM - 就是剛才這個環境 - 這個environment選擇remixVM的時候 - 然後你這時候發出的transaction - 才可以看到decode output - 如果你是選擇剛才那個metamask - 就串接metamask或是其他選項的時候 - 這個decode output它是會是空的 - 那這個時候你要怎麼去取得output呢 - 你就只能 - 就是知道你這個transaction hash - 然後把那個transaction拿去別的transaction decoder - 去看看它的output是長怎樣 - 就remix還是有它的限制這樣 - 在這方面就比較沒有這麼實用這樣 - OK 好 - 那麼除錯器的部分其實就講完了 - 就是有transaction cost跟execution cost這樣 - 那transaction cost的部分就是代表說這個transaction執行完之後 - 它總共會花多少的guess - 就是像這邊舉例截圖就是8819嘛 - 那為什麼execution cost會比它少呢 - 就是remix它判定說 - 如果真的是花在EVN去執行這個buycode的 - 不好意思 - EVN去執行這個function的這個過程 - 花的guess它才會被記錄到executionguess - 因為你在發一個transaction的時候 - 你可能會有一些cost是用來 - 至少會有兩萬億的cost是支付給這個exervate data - 那你可能會有一些cost是用在別的 - 像是你要去讀取一些變數 - 或是寫入一些變數等等 - 那remix覺得這不算是真的有在執行這個程式嗎 - 所以它就不會算在execution cost上面 - 不過我是覺得到底算不算這件事情應該是developer自己去判斷 - 所以通常我都只看這個transaction cost - 就是它真的整個transaction總共會花多少錢這樣 - 那剛才有提到這個input跟decode input嘛 - 那decode output就是只有在你選擇remixvn的時候才會有 - 好 - 那debugger這個剛才也有提到就是點這個按鈕 - 然後就可以看到一些很原始的資訊這樣子就不是很好用 - 那這邊要講到一個比較小插曲不是很實用 - 如果你在開啟remix的時候你順便也開啟了你瀏覽器的開發者工具的話 - 你就可以看到remix在幫你發出transaction的時候 - 它會噴出這個transaction duration的提示字 - 就是代表說你這個transaction發出 - 然後直到Ethereum blockchain接收為止它花了幾秒鐘這樣 - 那如果你是選remixvn的話 - 當然就是超快0點幾秒 - 因為畢竟是你local端嘛沒有什麼問題 - 那這邊33秒是我有一次使用 - 就是跟某一個public blockchain上面的合約互動的時候 - 那這個transaction花了33秒 - 那為什麼說這個資訊相當的參考用 - 其實沒有什麼價值 - 然後甚至remix直接把它隱藏在開發者工具 - 根本就平常是看不到的呢 - 就是因為blockchain上面你執行一個transaction要花多少秒 - 它百分之百只跟你願意給多少的guest price有關 - 就是如果你願意給超貴的guest price - 那你的transaction就會立刻被執行 - 並且立刻收入到blockchain裡面 - 那如果你只給很低的話 - 那就不止33秒了嗎 - 可是搞不好一兩天甚至一週都是有可能的 - 所以這個transaction duration基本上就是參考用的 - 就不是很重要這樣 - 那這個值到底是多少 - 也不應該被用在 - 當你在開發前段或是後段的時候的一個數值 - 因為你給的guest price相較於當時候網路情況下 - 其他人給的guest price - 那個差距就會嚴重的影響 - 到底是33秒還是33天還是0.33秒這樣子 - 所以這個資訊就是看看就好 - 那最最後就是剛才提到說 - 如果你今天寫完一個合約 - 那你對你這個合約很有信心 - 你想要公佈給別人看的時候要怎麼辦呢 - 那我們有一個方法很簡單 - 我們就是把它上傳到Etherscan - 這個blockchain explorer這個區塊鏈瀏覽器上面 - 那我們要怎麼上傳呢 - 第一個方式很簡單就是開啟Etherscan的網頁 - 然後去找到你合約的address - 然後去Etherscan的網站上面去看它的button是怎麼按 - 就是怎麼要複製貼上的程式碼 - 然後怎麼樣去驗證 - 那這很麻煩 - 所以 Remix它也有提供一個附加一件一個plugin - 可以讓你很方便的去自動連接Etherscan - 那怎麼樣子做呢 - 很簡單 - 就是選取這個最旁邊這個panel底下有一個插頭符號這個plugin - 然後我們去往下滾動 - 這邊就可以看到有非常多plugin - 就有像是這個chello這個不同的blockchain - 然後就有一些plugin - 就是大家如果對這個plugin有興趣的話 - 就是研究這樣 - 很多不同的工具 - 那我們就往下滾動 - 看到這邊有個Etherscan contract verification這個plugin - 我們給它點下去點選activate - 那它成功被啟用之後 - 我們旁邊這個icon就多了一個Etherscan的符號 - 那我們給它點選下去 - 這邊我們就要去貼上Etherscan的API key - 貼上之後選safe - 因為這邊我們要貼我的API key - 貼上去之後選safe - 我們再回到 - 就是那個畫面就會跳轉到這邊 - 就是這個畫面這樣 - 這邊我們就要先選擇 - 你剛才是在哪一個 - 這個publicblockchain去部署合約的 - 那這邊就會有個下式選單 - 不過通常remix會自動幫你去讀取說 - 你剛才這個environment - 這個metamask它是選什麼 - 那它就會自動幫你去抓這樣子 - 所以通常這個selectivenameware是不用選的 - 那你要驗證的合約是什麼 - 就是這邊也會有個下式選單 - 是用來選 - 因為我們剛才編譯很多 - 那你就要去選擇你要上傳哪一份這樣子 - 好 - 那選完之後你就要去貼上你的constructor argument - 跟contract address這樣子 - 那contract address很簡單 - 你可以直接從 - 就是剛才這個deploy這個資訊 - 或者是 - 它好像把它清掉了 - 還沒有留著 - 看起來是沒有 - 反正總之就是 - 剛才deploy完 - 是不是這邊就會有個按鈕 - 這邊把它複製就可以 - 點選這個這個就可以得到contract address - 那contractor argument要怎麼樣取得呢 - 它這個contract argument並不是普通的名文這樣 - 它是用 - 它是編碼過的 - 它是編碼過的 - 那這也很簡單 - 就是回到剛才這個deploy之後 - 然後去選擇 - 把它展開這個按鈕 - 像是譬如說 - 這邊 - 因為我們只有這個rough vote它才有contractor - 那它的contract argument怎麼取得呢 - 就是你把這個甘田數字填完之後 - 這邊有個三角形應該展開 - 甘田數字填完之後 - 點選這個複製parameter - 你就可以得到contractor argument - 然後再去這邊給它貼上 - 然後全部都填完之後 - 你就按下這個verify的這個按鈕 - 然後它就會開始跑圈圈跑圈圈轉轉轉轉 - 然後就跟你講說 - 到底是verify成功還是失敗這樣 - 這樣就是EtherScan那邊就會回傳驗證的結果 - 然後就會上傳到EtherScan的network - 不過因為這份合約 - 我已經把它部署到Gordy還有Sipolia上面 - 然後我也去驗證了 - 所以大家不用再去做驗證的工作 - 因為EtherScan它會偵測到相同的bycode - 所以就跟你講說 - 這個合約已經驗證過 - 不用它驗證這樣子 - OK 好 - 那麼這個就是今天全部的內容了 - 好 不知道大家剛才在操作上面 - 遇到什麼問題呢 - 或者是有其他問題嗎 - 現在可以自由的討論 - 好的 - 好的 - 喔喔喔 感謝 感謝你 - 喔我Foundry真的很讚 - 對 確實 - 可是要會覺得Foundry很讚的時候是 - 就比較進階一點 - 就是通常都是一開始可能初學合約的時候 - 先用Remix寫一寫這樣子 - 然後開始想要使用Hardhead的時候 - 可能一開始會覺得Hardhead不錯這樣 - 因為很多東西Hardhead裡面都有 - 然後你就可以 - 就是只要NPM install Hardhead什麼Toolbox - 好像是這個關鍵字 - 就HardheadToolbox - 然後就幫你把什麼東西都給他裝好了 - 那後來就會體驗到Hardhead它就是因為 - 包了太多東西 - 包身包好什麼東西都包在一起 - 所以執行的實踐就會很緩慢 - 然後就會想要用 - 看有沒有快一點的工具這樣 - 那除了要升級你的電腦是一種其中的方法之外 - 你也可以換一個工具 - 像是這間火紅的Foundry這個工具 - 它就執行的很快 - 而且也有很多更酷炫的功能這樣子 - 不過就是不一定 - 如果大家覺得Remix用起來很舒服很好用的話 - 那其實一直用Remix也是沒有問題的這樣 - 工具是隨人選的 - 最舒服最適合自己的工具就好 - 不用特別在意說好像一定要用什麼工具這樣 - 合約有開發出來比較重要 - 好 第一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呢 - 或是有沒有想要討論什麼其他的東西 - 可以直接舉手或是直接開麥克風都是沒有問題的 - Foundry是指這個嗎 感覺都不太像 - 對 對 對 那個 - 不是一開始那個learn.foundry.com - 那個不對 是 - 就是現在這個alex貼的這個 - 這個網址才對這樣 - 它是Foundry這個工具是paradigm開發的 - 就是很有名的那個crypto venture paradigm - 他們開發的一個工具這樣 - 為什麼會搜尋到其他的網址 - 就是因為很尷尬的Foundry這個字 - 就是大家都知道嘛 - 最近這個半導體業在全球都很火紅 - 然後Foundry這個字剛好又跟晶圓場 - 是同樣一個英文單字 - 所以你可能就會搜尋到一些其他的網址這樣 - 其實比較尷尬一點 - 就是如果要搜尋Foundry的話 - 通常Google的關鍵字就是打Foundry - 然後Solidity - 或者是Foundry技號 - 也會搜尋到正確的那個Foundry - 而不是就是這個設計晶片的那個晶圓代工廠這樣 - 喔對 它現在也那個開始投資什麼 - AI Machine Learning的領域的 - 畢竟人家也是要 - 基金一樣是要賺錢嘛 - 就是投資報酬率比較高 - 它就會去投資那個部分這樣 - 不過Pair呢 - 他們的野心也是蠻大的 - 就是跟那個Consensus - 差不多 - 就Consensus他們做了一系列自己的工具 - 就是從那個那個什麼 -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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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herian 的Execution client - 他們有自己的版本 - 然後 - 啊 - 对 Educational client - 也有自己的版本 - エア - 我們知道Consensus旗下最有名的開放工具 - 就是那個 - 那個 - Gnosh - 然後 - 錢包 - 就是 MetaMask - 然後 - 啊 - 就還有其他 - 像他們也有自己的ZkRole Out - 叫 Linear - 然後 - 啊 - 他沒有Optimistic - raw 反正总的就是Consensus他们旗下有自己一系列的产品 那Paradon他们就也有点想要效仿Consensus的这种感觉 他们还没有Execution Layer的Client 但他们已经有Paradon自己专属使用RUST去开发的Consensus Client 然后Smart Contract开发工具当然就是Foundry 这个不用讲 然后他们也会常去研究一些ZK Roll-Up的一些 不是不是ZK Roll-Up ZKP的一些技术 然后也就是有发表一些工具 或者是这个研究的文章在他们的网站上 对想到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这边稍微跟大家再广告一下 就是也不算广告 就是我们在6月6号的时候会开始另外一系列的 大概可能会有两三堂或三四堂的课程 是在介绍说一些Smart Contract常见的这个攻击的手法 或者是一些就是开发诀窍这样 然后这个讲题的点子是发想于去 就是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解题的网站 叫做Ethernaut 然后这上面的题目本来是说要 就是本来是预计要一题一题讲解 不过这样有点太冗长 然后可能大家会听得有点补杀啥 所以我们就是精选了几题 然后去分就是去介绍说这个 常见的这个Attack Pattern这样子 那6月6号那一天会是先讲解Foundry这个工具 那在6月6号之后的下一堂才会是讲解到 有名的这个Attack Pattern 所以呢为什么这边要工商 就是因为希望大家赶快去Discord里面投票一下说 你们想听的最有兴趣的Attack Pattern是哪一些这样子 然后就是可以选一下 这样我们才可以知道说我们6月6号之后 紧接着好像8号吧 反正就隔几天之后的那一堂 那我们要讲解哪一些Attack Pattern这样子 嗯就是这个课程内容是很自由的 就是depend on大家投票结果 好我不知道今天Remix的这个内容 大家有没有一些疑问呢 或是如果想要稍微快速的询问一下说这个Solidity 一些语法那也是没有问题的 可以就是速速的讨论一下 那么如果没有的话呢 没关系我们就大家等个几分钟 那就是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大概10分就10点10分的时候我们就结束这个会议室 我们今天就快乐的学习到一个东西 然后愉快的结束今天充实的夜晚这样子 先我先停止分享一下的画面好了 不用不用 还是回到刚才这个端片这一页 欢迎大家加入这个新交区块链道Discord讨论区 或是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事后在Discord再问船军也是可以的 如果现在想不出来的话或是之后自己用的时候遇到什么印象杂症 哦对对对对我们很欢迎任何的提问就是在 会比较建议就是提问是在 就不一定要限制在哪一个channel 但是有符合的话会更好的讨论这样子 通常合约相关提问可以在这个疑难杂症那边 合约疑难杂症那个channel里面发问 或者是在技术讨论里面提问也是可以 然后如果就是最快的方法当然在综合闲料也是可以提问的这样 尤其是每一个channel都可以做讨论 没有说就是很自由的一个Discord讨论的空间 没有说硬性规定 不过就是在就安排不同channel这样 那善用的话会就是可以享受到Discord 有很方便的一些开Thread的功能这样子 就是讨论起来会比较轻松一点这样子 好欢迎大家在Discord里面多多的交流留言这样子 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吗 嗯好像看起来大家都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 那我们就今天就先到这边咯 耶耶耶大家晚安 我们感谢今天船军的分享 之后影片会上传到剪接完之后会上传到YouTube 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再到YouTube上面看 好的耶那就今天就先这样咯 大家拜拜晚安晚安晚安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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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